所以懂历史的人 他就非常看重贯服 这个帽子不能小看 尤其是君储的王冠 那是所有的价值观 治国的理念都在这上面 你看你这次只看到了一个英国的王冠 那西方的这些王冠可多了 这是罗马的王冠 奥地利的 西班牙的 葡萄牙的 荷兰的 丹麦的 法国的 德国的 沙皇俄国的 你看看这些皇冠 是不是都很像啊 你看他们的治国理念就在上面 把财物 珠宝看得很重 都戴在头上 那你再看跟中国的皇冠比一比 那就完全不同 我们这个太简陋了 最不值钱 刷上点黑漆 前面吊几个珠子 免留 所谓冠冕堂皇 实际上那是教学工具 那是表德的 表示 修德的 把德看得第一位 你看外国 他是把财物 金银珠宝 看得第一位 你看中国的和外国的摆在一起 治国的理念 完全不同 尤其是我们的那个尽贤观 不但文武百观 帝王自己也带呀 前面低 后面高 就是要让自己 推陈出心 把更好的 贤良的人才 都推举出来 要比自己高 后面的 比前面的高 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民族 为了老百姓的福祉 必须要把好人选出来 这个理念 戴在头上 天天提醒自己 大家互相见面 你看着我的帽子 我看着你的帽子 看你推荐不推荐 所以这都是教育呀 这不是炫富啊 你看东西方 统治的理念 天差地别呀 真的 中国这个官帽 最不值钱 乌纱帽 乌纱帽 我们这个太简陋了 乌纱最不值钱的 把他戴在头上 德行派第一位 德者本也 财者 金珠宝 那个不能挂在头上啊 那你肯定要问 为什么 同样人类历史几千年 东方的政治文明 跟西方的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什么道理呢 一句话 东方 有圣贤经典 作为它的理论依据 它是依据这个 四书五经 群书制药 依据这个 来治国平天下的 外国没有啊 外国你要说没有 也有 那是一部什么书呢 咱们今天好好认识它 叫《君主论》 这部书 可了不得了 把西方这些君主 全都教坏了 今天咱们来认识认识 一个是东方的 群书之妖 一个是西方的 《君主论》 《君主论》的作者是 马基亚·维利 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 重要思想家 他的这部著作 到现在将近五百年了 那么从西方 一直传播到东方 传播到全世界 在政治界 宗教界 学术界 各个领域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被西方的评论界 列为和圣经资本论 相提并论的 影响人类历史的 十大名著之一 2015年11月份 他还被评为 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二十本学术著作 《君主论》 这部书可以说是 西方君主的教科书 他完整地阐述了 《君主专制理论》 和《君王的权述论》 这部书被公认为是 西方厚黑学的鼻祖 那么这是一部 什么样的书呢 一句话告诉给君主 抛弃你的良心吧 陛下 王冠总是罪恶的 是这么一部书 那么下边就来看看 这部书的中心思想 《君主论》 这部书 是总结了西方的 政治文明史之后 得出来的结论 那么每一部书 都有它的理论依据 它的理论依据什么呢 一句话 人性本恶 这也是西方哲学的 总的出发点 这个和咱们中国 完全不一样 中国讲 人性本善 接着看这个君主论 君主论 将政治和伦理道德分离 认为政治的基础 不能是伦理道德 而必须是强权 权力 独裁 取而代之 君主论直言不讳的否定 一切伦理道德 他认为人类必须承认 世界上有两种有效的斗争 一种是法律 一种是武力 前一种方法是理性的行为 后一种呢 是兽性的行为 就是野兽的行为 这部书要求君主们 必须要懂得如何善于运用 野兽的行为 进行斗争 进行统治 君主必须要有狐狸一样的狡猾 狮子一样的凶猛和残忍 他主张一个君主 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 或者是统治目的 不要怕留下恶名 不要怕做恶事 要使用暴力 不必要遵守信义 伦理道德 这些东西都可以抛弃不管 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 绝对不能 也不应当去遵守信用和道义 他还一再告诫君王 必须要学会掩饰 把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要把它掩饰好 必须要习惯于混冲善者 假冒君子 要学会做口是熏非的伪君子 他强调君王的治国之道 就应该是残酷的残忍的 要让人民害怕你 大家听一听 这简直是野兽教科书啊 让谁学 让一国之君学 全西方都学这个 你想一想 五百年前 这部书 这世界能不乱吗 能没有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为什么在西方爆发 交代 用现在的话 独教才教的 把君主们都毒害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 陈大会讲堂之 群书制药 至天下 嗯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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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